哈喽大家好 我是Seltze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一台有趣的车款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主角是双龙的Chairman 好的这款车子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对它蛮有印象的 因为这台车真的还蛮有趣的 Chairman这个名称我觉得也算是恰如其分 像在台湾这边Chairman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名称 一般我们坊间就是戏称叫椅子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名称在对岸翻译的不错 叫做双龙主席 这个真的是不错 毕竟Chairman这个字我们从字面上面看 就是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 所以台湾叫做椅子人 当然翻译的是比较简单粗暴一些 当然这是我们坊间开玩笑的方法 Chairman这个车子顾名思义 它就是瞄准坐在椅子上的总裁 坐在椅子上的主席 所以它是一台高级车 其实你环顾双龙的历史 双龙这个车厂基本上 它是以这个Jeep C-J为车系开始起家的一个车厂 毕竟在当年20炸弹结束之后 被美军占领过的地方 大概都会生产这款车子 并且陆陆续发展成自家的越野车 可是双龙在90年代的时候 忽然突发气想 我们来搞一个轿车系统好了 正好那个时候双龙又跟Benz Mercedes-Benz有交叉 应该不是交叉 应该是Benz入股双龙 我不太相信双龙会去买Benz股票 应该是买不起 那那个时候双龙 不知道是Benz故意的还是双龙故意的 反正那时候Benz 算是被双龙吃了一些豆腐 双龙的车 不仅使用了Benz的引擎 使用了Benz的变速箱 甚至外形都很像 像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Chairman 尤其它第一代 第一代你会觉得 它不就是一台 W140加W20外观的一台S-Class嗎 其实呢 买好玩的是 为什么它会长这个样子 你不能说双龙抄它了 因为双龙的Chairman 第一代的外形设计师 就是当年Benz S-Class的设计师 那当然就是剪现成的 把现成的S-Class的元素套一套 反正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仿S-Class 可是大家也喜欢 因为它的售价一定比S-Class来的低 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到这个车的外形 你会觉得 它是不是一台廉价版的S-Class呢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你就上当了 因为双龙第一代的Chairman 它的底盘是Benz的 没有错 引擎变动箱也是Benz的 没有错 但是呢它的底盘 并不是S-Class 它的底盘呢 是E-Class 只是呢 因为它的外形拉得相当的大 像这个普通的版本呢 车长已经到5米055了 那么车宽是1825 车高是1475 你怎么看 这个都好像是一台W140的车格 甚至W220还没那么大呢 那如果呢 是长轴的版本呢 哇那又加长了30公分 这车长达到535 在当时同一车来讲 可能只有BMW L7呢 比它稍微长了一点点 所以呢 这个车子算是 嗯 吃足了Benz的豆腐 可是呢 这个车子也因为吃足了Benz的豆腐 所以在市场上的反应 当时以我们在台湾来看 其实还算是不错 这个车子呢 它的车身我们刚刚讲过 是由S-Class的设计师来设计的 那它把外形呢 修得比较圆润一些 所以号称这台车的风阻只有0.29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这个风阻应该是双龙史上最低了吧 因为双龙呢 当时都是做一些越野车嘛 越野车这种车子的风阻本来就不大好 那么这台轿车呢 可以高级轿车可以做到0.29 那真是Benz的功力算是不错 那它除了用的是W124的底盘之外呢 它的前避震器还多了自动调整避震器软硬 那么它的车系呢 主要是分成几个了 2.0 2.3 2.8 跟3.2 2.0后来好像没有量产 那分别的型号呢 当然不能那么老实嘛 这个叫做什么双龙的2.3 2.8 3.0 这样子不够看 所以它的编号叫什么 叫做CM400 CM500 跟CM600 分别对于是2.3 2.8 跟3.2 这样听起来就气派的多嘛 那这三款引擎呢 当然不用说了 这三款都是Benz的引擎 2.3 4缸 2.8 跟3.2 的166缸 并且变速箱也是从Benz来的武术自排 而且更好玩的是 既然它是Benz来的引擎 所以它的引擎的气氧盖 上面就有写个Mercedes-Benz 甚至各位如果有印象 当时的双龙的越野车 Musso 它直接在车门的侧边写 Powered by Mercedes-Benz 那这款车子呢 当然它还有分所谓的 我们刚刚讲的 普通版跟长轴版 长轴版加长了30公分 那长轴版呢 基本上只有CM500跟CM600 CM400我记得是没有长轴的版本 那它长轴版本也蛮有意思 它的长轴版本 虽然它车长到了5米35了 但是它的回转半径只有5米9 表现也算是不错了 那么台湾这边呢 刚好在这个双龙Chairman 登场没多久之后呢 台湾就因为加入WTO的关系 重新开放了韩国车的进口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代理权的关系 这时候蛮有趣的 其实在那个时候 双龙已经被大鱼全资并购了 理论上呢 双龙的车子挂的是大鱼的标 像其实在韩国你注意看 韩国的Chairman基本上挂的是大鱼的标 但是呢 在台湾这边因为有代理权的问题 因为当时大鱼的代理权在另外一间公司 那台湾这边的双龙呢 是有一间叫台湾双龙取得代理权 因为代理权的关系呢 所以在台湾的Chairman 它挂的依然是双龙的标 甚至其他像Korondo 像Musso都是挂双龙的标 而不是挂大鱼的标 那么台湾的Chairman第一代呢 发表的地点也蛮有趣的 它是在所谓的被乳车展发表的 我相信你如果是在台湾的车迷朋友们 你可能对被乳车展这四个字 也是非常非常陌生 我们在台湾一般听到的车展 不外乎是台北车展 或是高雄车展 台中车展 顶多你有听过台南车展 或是南台车展 你有听过被乳车展吗 是的 被乳车展是一个地区型的车展 像我是台南人 所以我听过被乳车展 而且以前我还去看过 被乳车展是台南这边车展 当年一个车展的代程 因为它的展览馆叫做被乳展览馆 那个被呢 不是那个盖棉被的被 是那个被壳的被 在一个三点水在一个女 就是你的意思 被乳车展 雙龙的Chairman 当年是在1998年1月 台南的被乳车展发表 这算是被乳车展 我看应该是有史以来 空前绝后的一次新车的发表会 那么当时他在发表的时候 因为原厂只有生产3.2的车型 所以最初台湾发表也是CM600 并且有长轴跟短轴 当时在发表会的时候是没有公布售价 他只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订车 我们在交车的时间 可以享受3%到5% 3%到5%的优惠价 甚至他还喊出来 如果你是订普通的版本 为了促销CM600S 我们保证在交车的时候 会低于200万的售价 假设交车时候的定价 是200万以上 那就算你200万就好了 所以普通版本的销量也不错 但是让我们比较惊讶的是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当年的交车数据来看 其实长轴的版本 就是所谓的CM600 加长30公分的版本 它的销售比例占了市场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车子 其实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这个车太便宜了 根据后来实际上市的报价 短轴的版本报价是209万台币 长轴的版本是270万台币 各位你会觉得说 270万台币很贵 不会 270万在当时 你Benz的W140的S280 对不起三个字买不到 你必须要花到290万才买的到S280 相当的贵 而且还买的是短轴的 可是双龙呢 嘿嘿 只要270万 又是加长车型的车型 又是S320的引擎 当然是上个世代S320的引擎 因为那时候S-Class 已经进到W220了 所以呢 双龙的Chairman加长版本 算是当时 应该不是当时 历来台湾可以买到 最便宜的原厂加长型的车款了 呃 我没有什么印象 还有比它更便宜的车型就是了 那台湾因为市场的关系 所以加长版本 只引进3.2的版本 甚至到第二代也是这个样子 原厂还有2.8的加长版本 台湾因为担心说这个动力不大够 所以就没有引进了 那虽然呢 它卖270万 而且有这么气派车身 它里面的配备也真是不错 首先呢 它里面的内装呢 它的陶木式版呢 是所谓的消光啊 这在当时同学来讲 算是少见啊 那其他像什么 电动真皮加热座椅啊 记忆啊 方向盘控制键啊 甚至前后的荧幕啊 那前面的荧幕呢 还是触控了 后座呢 电动以后座花张镜 后座的控制台啊 甚至它的助手席的头枕 都可以往下折啊 增加后座的视野 那后座的这个倒车雷达啊 对不起 后座的电动遮阳帘 这些烫不当当的一大堆 有的没的 通通全上了啊 只要270万 非常的受到当时大家的欢迎 因为它受到欢迎 除了它是270万这个售价以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什么 因为它的logo的光环没有那么大 就像我们节目录制现在呢 很多这些政商名流 喜欢用Toyota的Alphard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车再怎么讲 它是个Toyota 就像你今天开一台Camry 你今天开个Corla 我的logo呢 也是Toyota 如果说你今天一些 正要开一些Benz BMW呢 出去可能给一些民众的观感不大好 那么当时的双农也是有这个好处啊 诶 我再怎么讲我是个韩国车 虽然我气派 但是我是个韩国车 如果说今天你搞了一个Benz什么的 也会让人家观感不好嘛 但是也蛮好玩的就是 我们刚刚讲 这个车子它的外型呢 长得很像Benz 所以呢 在当年你去台湾双农的 这些展示间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夜代 你在跟他买车的时候 夜代会问你 诶 要不要整台车怎么把它搞成Benz呢 我们当年真的看到很多双农的Chairman 不管是长车版的短车版的呢 他整台的全部贴都是Benz320的标 从车头的大水箱造的那个大星标 那个大星标我觉得双农是故意的 那个星标跟Benz的星标外境刚好一样 然后呢 那力标本来是双农的两个翅膀嘛 那也改成了这个Benz的力标 然后呢 铝圈改成Benz的八孔铝圈 那车尾呢 当然就贴Benz 然后解个S320 这种双农的车型呢 在当年看的必必皆是 甚至我们当时还在想 诶 会不会有人真的就 愿意去贴旧的这个Chairman的这个标 我跟你讲 当时真的是看不到 现在你反而看到 比较多留下的Chairman呢 都是车尾挂的是商用Chairman 可是我们在当年 基本上车尾写的都是 Mercedes-Benz S320 就是Mercedes-Benz是个logo 然后写个S320的这个 Benz的字样 也算是蛮有趣的 那么这台车子呢 一开始 在台湾上市的时候 98年上市的时候 因为原厂只升了3.2 所以只有上市的CM600 跟CM600L CM600S S代表短的 L代表长的 台湾的2.8 是一直到1994年的4月 才追加了CM500S CM500L就没有进进台湾了 那我们刚刚讲过 CM500呢 这个车的引擎 就是Benz的直立六缸2.8引擎 那马力稍微低了一点 也是配武术自排 但是因为他马力低了一点 所以他售价只有179万台币 甚至一开始为了要促销 总代理还说 前100台呢 我们再优惠10万块钱 只要169万 并且呢 这个车子 虽然呢 它的引擎比CM600S还小 可是它配备是完全比照办理的 甚至呢 还多了天窗 因为在98年市的Chairman 全车系标配的天窗 只是呢 它还是取消一点点小小的配备 比方说 它取消了力标 取消了双台车身 然后铝圈的造型也不大一样 那么这个车子呢 其实也蛮好玩的 我们当年在路上呢 其实你没办法去分辨 CM500S跟600S 你们说那不是外观有一些不同吗 不好意思啊 大部分的CM500S呢 都会去加个力标 大部分呢 都会去换一些比较气派logo 甚至车尾也会换成这个S320的logo 所以呢 真的在路上呢 讲一句话就是 安能便我是雄池啊 那台湾基本上只引进了CM500S CM600S跟CM600L 入门的CM400S是没有引进到台湾的 然后在了2000年的那个时候呢 台湾又引进了一款 很有意思的车型 我们刚刚讲CM600L呢 其实在台湾的这个CM400S 市场的市占率 大概在三成到四成左右 也就是它的修量算是相当的不错 那以270万台币呢 买到这样的配备 当然是物超所值 不过啦 在当时啊 台湾的另外一款 家常型的车型呢 就是BMW L7啊 L7这个车子也蛮好玩的 当时它在台湾的定价是720万台币 那跟双绒270万 刚好就是前后的数字颠倒过来 当然的L7它是BMW的logo嘛 而且它的配备什么比较奢华一些 那没多久呢 L7又发表了一款更高级的作品 要价900万台币啊 两台车一台720万一台900万呢 中间价差可以再买一台BMW 318多 还有找 那这900万的车型是什么呢 就是有电动私密隔屏的版本 而且后面这个配备更加的好 那有了这个车型之后呢 双绒的车主就有去跟台湾的代理商去反映说 哎呀我们也希望可以搞得豪华一点啊 您不能啊什么的 那大部分人反映就是说 哎呀我们希望有一个私密隔屏 这样搞起来比较气派一点啊 这个台湾代理商就有点困扰了 因为原厂并没有推出这种私密隔屏的版本 这个就很有趣了 各位你要了解 Benz啊 Mercedes-Benz原厂是有推出 加长型的S-Class的私密隔屏版本 就是所谓的W140 W20的Pulman 不过呢 其实Benz原厂还有推出过另外一款 我们看过W140 外观看起来就是一台长轴的S-Class 中间没有加一截哦 它只是后门比较长 可是它终于一样有私密隔屏 但是那种车子坦白讲 后座是超级宇宙无敌小的 那个只是搞个气场而已 那双容原厂是没有推出 不管是长轴版短轴版 都没有推出中间私密隔屏的版本 那台湾的代理商呢 有鉴于有些车族反映希望有这个需求呢 于是呢 它就跟美国的改洋厂合作 推出了全球独特的双容CM600L 有私密隔屏的版本 那这个车型呢 是在2000年的1月在台湾发表的 然后呢 它里面呢 号称啦 它除了多了私密隔屏以外 后座还有行动电话 有这个mini bar 有这个威士忌酒杯 上面还有chairman的图堂 甚至还有左右的折叠办公桌 那么这一款车子呢 其实它改了私密隔屏之后 像我们刚刚讲 L7加了私密隔屏之后 加了180万 那双容的chairman这款车子呢 只要加80万 足足又便宜了100万 是不是 而且呢它还是标榜说 这个车子呢 你也可以拿你原本的车型呢 给我们去做改装 所以我就在想啊 他这个说美国厂商改装 可能是美国厂商来台湾改装 应该不是运到美国去啊 如果运到美国去的话 才加80万 那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这一批CM600L的加长版本呢 从外观上面你是看不出来的 也就是说它跟一般的CM600L 长得是一样的 而且我自己没有亲眼看过 我只有看过 当年发表会上的照片 还有杂志的试车报导而已啊 那么这一台车子呢 当时到底卖得怎么样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就是了 好的 CM600L真是因为它长得太像S-Class 而且那时候台湾的景气非常的好 这个车子报价又相当的便宜 所以当年其实第一代在台湾卖得还不错啦 那至于第二代呢 第二代的车型呢 我只能说这个车型呢 就是后继无力啊 因为第二代的车型呢 它希望跟Benz走不一样风格 所以除了车头的水洋罩中网 长得很像Benz以外呢 其他地方完全长得不一样 那个头灯尾灯都是重新设计的 内装的调调呢 跟第一代的造型算是蛮接近的哦 只是说呢 呃 它的引擎也没有说什么变动啊 那台湾依然是引进 CM500S CM600S 跟CM600L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汇率的关系 还有它这个报价的改变呢 所以这时候的价格开始变高了 入门的CM600S呢 就已经238万了 CM600L呢 高达298万 当然了 298万呢 这个车型还算是市场上最便宜的 那配备上多的东西不是很多啦 就是我这样看比较有亮点的呢 是所谓的气压可调升降悬吊 原厂是说呢 这样方便你在地下室进出啊 因为如果你有开过江山型的车就知道 那个江山型的车子通常不适合去降底盘 因为你容易进出一些地下坡道 或者地上坡道容易去磨到底盘啊 其他的东西呢 就跟之前的配备没有差很多 就看起来就是后座多了一个 可以翻折的控制台萤幕 这个东西还蛮帅气的 还要后座气压按摩就是了 但是因为第二代Chairman它的外形真的是 我坦白讲了 真的不是市场的主流 所以第二代Chairman不管是入门的CM500S CM600S 或者是家常的CM600L呢 其实在路上的能力度都跟第一代差非常非常多 那么这台车子呢 因为第二代在台湾卖的不好 所以第三代叫Chairman W 就跟台湾无缘了 我觉得Chairman W跟台湾无缘呢 有点可惜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三代呢 这台车又长得很像S-Class 各位你去看啊 这个Chairman W它的外形像什么 像W221 尤其是像后期的W221 尤其是车头真是唯妙唯笑 当然这台车子呢 在台湾是没有上市的 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人搬进来 我觉得是相当的可惜啊 好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聊一聊 雙龙Chairman这台车子有趣的故事 以及它当年的丰公伟业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Celsier 我们下午再聊咯 拜拜